中收廉价南下车流没停过 南湾沙滩扬伞刷一排 完全看不到缝隙 玩玩水想到后壁壶大吃海鲜 餐厅挤到爆游客前胸贴后背 想内用至少先等一小时 游客出龙挤爆肯定带来前潮 即将来临的双十廉价 业者早已趋势待发 今年双十国庆连续假日 目前的订房率已经高达九成以上 知名五星饭店客满 肯定大家周边民宿订房率也有八成 双十廉价第一天预估车流 早上八点到下午一点超级塞 将会有三万多车次 最后一天北上回家下午两点 到晚上八点最多车 初步估计肯定双十廉价三天 人潮至少破七万人次 以这个活虾为准 这个料一定要备多一点连续价值 一定要提前叫货 国庆肯定的民宿的话 电房率其实第一天跟第二天 都是客满的 只有第三天还差一点点 肯定人好多 想脱下口罩 吹吹海风 就怕好不容易控制的疫情大反扑 肯管住强制规定 没戴口罩 一律开罚三千元起跳 想玩水的民众 还是得乖乖戴口罩 别在今年最后一个三天 廉价受罚 坏了好心情 记者张春华 林盈蓉 评论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栏火炎 咨栏火炎 那是最后一个预定的效果 感谢观看